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上头长平路这边 在路途中发现了一家东北人开的烧饼 听说是上头的第一家 我们去看看它有什么特色 走 这里有好多饼 大家看 从头到尾可能有十多种 老板你们现在在做饼吗 在做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可以 有什么特别的吗 可以那个 这个油放去一道一道 它有点 人间一点 已经起酥到了 你们都有几种馅料 现在应该有17种 你们来到这边是原味这样传承过来 还是要有做改良 有一点点改良 口味稍微淡了一点 每个重量都是一样 每个别是三两 我们的面也是撑过来 你看三两 对 饼皮是一点半 馅是一点半 有没有哪个口味卖的特别好 暂时的话就是我们的招牌 鲜肉的 还有韭菜蛋的 卖的比较好一点 那两个是每天都要到货的 我的天呐 擀皮 有什么迹象吗 有 要把它中间擀的高一点 不然压饼的时候它会破 我看到了 看着很简单 这也是学多久啊 现在要半个月了 这么快 半个月 我没订阅 今天要报多少个呀 现在一天 600个左右吧 最好的时候能报1000个 你们的馅是自己研发的吗 对 我们自己做的 先是老板给我们强烈推荐的 薪肉饼 看看 他们说越烫越好吃 刚出炉的 现在烫的时候呢 它是会流汁的 哇 好多欠啊 很香啊 真的是外面酥脆的 然后里面很软 哦有洋葱 有洋葱和猪肉 哇它这个皮真的很有韧镜 然后呢 这一个呢是梅干菜肉饼 梅菜味道很重 这个汁水呢 已经渗透到了它的面皮里面了 吃起来你会觉得很爽口 很入味 老板说他们来到这边 还是做了一点改良的 就把味道改的清淡了一点 最后呢 我们来吃一个青椒茄子馅的 辣的 这个是辣的 这是辣没有 翻过来 翻过来 你看 青椒 青椒 太会吃辣其实 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我喜欢吃但我不太会吃 太诱人了吧 不是很辣 这个辣度我可以接受 老板帮我们加了一个甜的 这个是起酥的 香郁味的 它是不一样 真的很淡 哇 这个皮真的好酥啊 那擀那么一下它就起酥了吗 对 镜头前看得到是说酥了吗 就感觉像吃千尘饼 好了 今天我们点了 总共点了4个饼 体验感不错 如果你喜欢饼食或者是面食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是挺适合你们的 刚刚有顾客的就是 我听老板说它是天天过来买的 拍业一年买了一年 拍业一年买了一年了 老板说他们这里有这么多种饼 在他的菜单里面都有 有17种 大家一买就买好多个 好吃啊 所以我天天来开车 老客户了 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点赞加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快点 别跑去 感谢观看